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今天是7月19號 禮拜四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來 被動元件今天的滑芯 小碟 滑芯科 小碟 合生堂 小碟 齊立新也跌 國劇長 那我跟各位講 被動元件的部分 你不要去買 那我之前我都是 很多人告訴你 你要怎麼做股票 做股票不是跌下來才看壞 一般的投股老師都是 已經跌下來破線 比如講破景線 破季線 或是死亡交叉 他才開始看壞 我都是在高檔就跟各位講的 對不對 來 國劇 1310 來 看一下電腦 第一次高點 我在講這個是在做功德 你要聽我其他的原因嗎 這1237 這邊135 1237 這邊1255 跌下來這930 我這算91 那從這一段上來 我就知道1309 這是1310 那現在國劇實施庫藏制度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有一些東西 其實我不太想在節目上面講 你要知道說 郭憲政都是高檔 這個高檔我也算出來 這裡算出來 這個高檔我是算出來 這個低檔我就算出來 但是這邊下去以後 這個高檔不會來了 那賞戶投資朋友看到 國劇在實施庫藏制度 實施庫藏制度 實施庫藏制度是在低檔實施 而不是在高檔 如果是在高檔實施 代表公司派 他是拿投資人的錢 在幫自己做護盤的動作 其實那是不對的 那是有疑慮的 實施庫藏制度是在低檔買才對 在高檔 那你就要小心有鬼 那第二個 為什麼 我會去算出高點跟低點 好 重點是高點低 然後這邊空底區 那當然是扣高轉折 當然是扣高轉折 好 第二個 還有一個現象 在上個月的時候 那不是全世界 之前全世界最大的MLCC MLCC被動原件廠是日本的春田 對不對 那後來因為 所以MLCC供不應求 所以春田有說它要重啟 重啟它的生產線 因為它生產線 停掉的時候 它機器也移掉了 它有講 春田有說它要重啟生產線 然後我們國內的這些 所謂被動原件的這些 所謂的龍頭 或是這些所謂的 上市櫃公司就開始發表了 MLCC如果要重啟生產線 光是要裝機器 重新裝機器 再試車什麼什麼 都要一年 對不對 這些上市櫃公司 這樣跟各位講對不對 它在安慰你 它在安慰你 請你認識一下 日本人的民主性 日本人是不是很積極的民主性 夜市 會把它放到爛 現在市況那麼好 它重啟 重啟生產線 要一年以後 我們跟日本人 我們台灣人對日本人很熟對不對 日本人這麼平衡嗎 這麼不積極嗎 他是看到什麼 就馬上做的 我講這個道理 所以呢 搞不好三個月都開出來了 對不對 那開出來的時候 我說假設 但是我知道 日本春天應該很快就開出來 那還沒開出來 之前 這些上市櫃公司 當然現在預蓋彌彰 要把這個消息蓋下來嘛 但是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我懂 我已經跟各位講 我在這個市場上 有三十幾年耶 有三十幾年耶 我做過研究員 什麼我都做過 那我什麼東西不知道 這我本人嘛 民國七十八年耶 七十八年耶 七十八年看好嗎 七十五年一行耶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說 老師你為什麼 對所有這些所謂的 技術分析 都是事先做預算的 而且是高點跟低點 絕對不是跌下來才看空 漲上來看多 那我現在跟各位講 這樣解釋 被動原件各位清楚嗎 記住 日本人 沒那麼平衡耶 他要做什麼事情 馬上就出來 聽得懂嗎 所謂被動原件 你要小心 所以之前我為什麼一直講 被動原件不要買 你現在終於知道 不只郭憲政 算出來高點高點 2492一樣 華興科 這個高點這裡算出來 這個低點這裡算出來 這裡我就跟各位講完蛋了 因為這一段是右多段 這一段 因為主力作手跑不掉嘛 先來到這邊先跑掉以後 下殺做一個所謂的洗盤 然後這邊上來再做一次右多 那這右多就是發布力多啊 一樣啊 這個高點我這裡算出來 1255下來 先來到這邊 那你看壞了它短線上 再做一次右多 這裡又發布力多 那之前這一段會跌下來 就是告訴你 春田可能會重啟生產線 重啟生產線 壞的話三個月就出來了 慢的半年 所以你要小心MLCC暴跌 聽得懂請舉手 這個我為什麼之前在節目上 故意不說 我就是留到我的技術幫我才講 各位覺得我講的有道理請舉手 日本人認識一下日本人 什麼事情馬上現做 沒有在拖在三個 什麼一年兩年 所以我講喔 我懂技術又有經驗 又做研究 我什麼不知道 你聽得懂喔 那我也跟各位講 矽晶圓 有人告訴你矽晶圓 功不應求對不對 對不對 那因為矽晶圓它並不是像 應該還講不像台積電那麼精細 它那種矽晶圓是比較普遍的 一般的矽晶圓的都大尺寸的 小尺寸的小尺寸的 那我跟各位講 矽晶圓你要小心喔 大陸 大陸快量產了 而且會開得很好 而且他們品質不錯 聽得懂我的意思喔 有一些基本面的東西 我異語帶過去就好了 那我跟各位講 被動元件的事情 你覺得我是在講故事嗎 所以為什麼我產業研究 很清楚很厲害 的原因道理 然後我懂得 事先預算的技術 我高點低點都實現吃到 OK 這個就是 你到我的三萬價先修班 有些東西我不會在節目上面講 這是第一次我講 被動元件 為什麼 Why 就跟之前的生計股 我也講過 為什麼Why 這個我在生計股之前 你知道嗎 浩鼎之前在750的時候 我把後面那個5拿掉 跌到140幾 為什麼我知道 去我的三萬價先修班 聽聽我的見解是什麼 你聽完你就知道 真的郭先生厲害 其實那個信不信隨便你啦 反正有NA來我會告訴你 我會告訴你 我講的就是這樣 這是經驗 好OK 那我們來談談 昨天告訴你的 7月18號講7月19號 就這樣嘛 你要看一個投顧老師 有沒有料就看他敢不敢寫明天 如果事後跟你講 那你聽聽就好 好 那我跟各位講 你都是要用0.618跟0.382 來做調整就好 那看一下開盤在什麼位置 開盤10868 靠近他 所以以他為主 對不對 那這個就不要動了 那今天最高10896 對不對 那低檔呢 低檔會不會算 還好我再算一次喔 來 10885 減掉10800多三 85點 是不是跟你講 0.618跟0.38 這已經用0.618 減掉10885 所以今天低點是10832 今天低點是10826 高點是10890 那你這兩個數字算出來 看到開盤點照這樣去調整 都OK 有時候是不用調整 那我不是神啊 但是我長期在抓 我會抓那兩個數字 然後都是用0.38 0.68去做調 你一定知道高點跟低點 在什麼地方 那會避免你追漲沙跌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你聽得懂啦 我節目是內行人在看啦 好OK 那我現在跟各位講 我現在跟各位講一下 這是加權5分K 今天開盤在這裡 對不對 那開盤這裡 馬上就出現 紅K棒往上漲 如果你是學 傳統技術分析 帶量過前高 做什麼動作 這裡有沒有帶量 過這個前高 你會買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傳統技術分析不要學 要學這個 蛤 這裡是高點 老師這裡是買點 我教 我學的技術分析 帶量過前高要買 帶量過前高 不買可惜 買了你就知道中槍可惜 我已經在預告各位了 聽得懂嗎 那我問各位 這一段是誰買的 這一段是賞戶買的 這一段誰在賣 高手 做手 法人 聽得懂 請舉手 技術分析 你要搭配 經驗 技術 還有 只有 特殊的技術分析才有用 聽得懂 好 OK 明天怎麼做 7月19號講7月20號 你要這個預算出來 你就變高手 你看到開盤 你就知道高低點 我講這麼道理 要不要學 哪裡可以學得到 有NA會來 座位有限 儘早報名 禮拜六 這是應 台中跟高雄的 投資本人的 一個水的邀請 不然路途搖晃 對不對 這一次呢 我宜尊 你們就要救駕 就這樣 有來了我會教你 這都特殊技術分析 一般的賞戶 最悲哀的一件事情是 你學傳統技術分析 輸得比例 很多人告訴你 空在起跌點 起跌點 起跌點就是 不是最高點 買在最低 買在起攻點 或是買在轉折向上點 它就不是最低點 技術分析是直接抓 高點跟低點 聽得懂的請舉手 所以在台灣 只要是想要低買高賣 都會找我 尤其你是大資金的 想要安全操作 想要買在低檔的 你就來找我 那我跟各位講 郭先生並不是個形象好 也並不是什麼高學歷 形象好 我不來那一套 我只跟各位講 我就是 把我所知道的 直接告訴你 高點跟低點 就像 我就直接告訴你 各位明天要怎麼做操作 對不對 你可以參加好LINE族群 我的LINE族群跟人家不一樣 一般的你參加那種 投顧老師LINE族群 每天都跟你說他多賺 來我跟各位講 那99%都是騙你的 都是講漲很多的股票 聽得懂嗎 郭先生說 每次在我測標旁邊寫的 都是在低檔的股票 有注意的請舉手 你要參加投顧老師 這種才是投顧老師 你參加投顧老師 你要跟這個老師 是買低檔還是去追漲 要追漲的 要聽欺笑的 那你就去找別人 我沒這個能耐 我只告訴你 我如何事先預算 如何低買高賣 那我的LINE族群 有什麼東西 這是我LINE族群 我LINE族群會給各位這些東西 今天我講明天 今天講明天 今天在這裡 我講明天的雙關價 今天在這裡 我講明天的三關價 都線都拉出來的 今天在這裡 我講明天的扣高低轉折 所以明天是扣低轉折 押回站買方 聽得懂嗎 明天押回站買方 聽得懂就知道 明天如果跌到這邊 跌到這邊 賞戶看壞你看好 那一開盤我再調整一下 有時候連調整都不用調整 那這要怎麼去做調整 歡迎你一頓救駕 到我的三關價技術班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你要學高深的技術 高段的技術 視線預算技術 還有想要一些所謂的 基本面的所謂的了解 就跟我現在跟各位講 春田製作所怎麼樣怎麼樣 這我都是在之前 在我的技術班上面講的 節目上我凹了兩個禮拜才講 那為什麼 因為人家相信我 願意到我的技術班去聽 我就會講 我技術班講的東西很精彩 都是你不知道的那種 不知道的東西 有很多人聽我一次技術班 哇這郭先生知道的還真多 哇他都還知道 高點跟低點事先算的 有緣你就來吧 那未來我技術班 會一直開始做收費 會調整 費用會調整 我就跟各位講 我之前就用免費的嘛 免費你有來我交越多 那開始來我就會開始 要著收場地費啦 然後呢 甚至我會費會開始慢慢做調整 所以越早相信的越好 聽得懂嗎 聽得懂 來再跟各位講一次 這個禮拜六 壇中高雄三官家先修班 尊登費費員的部分 短中長線事先預算及調整 無風險套利 什麼叫無風險套利 你聽都沒聽過 很厲害的 節目上我不會講 我的三官家先修班 我會教 你會變高手 開盤多空 10K運用法 就是開盤定多空 逐步K 什麼叫逐步K 沒聽過 來聽看看 三官家 三官家 趨勢轉成怎麼應用 就這樣 座位有限儘早報名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再跟各位繼續談 好 7月24號禮拜六 早上在高雄下午在台中 三官家先修班 那座位有限 儘早報名 好 速播023898689 0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部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部 0223898689 23898689 您是要消極地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地創造獲利 啟發頭部 幫您啟動至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再見 0223898689 0223898689 好 換回到現場 來 自身 我之前在低檔買 這裡有買 這裡有買 這裡賣掉 你記得 買 買 賣 來 證據在這裡 為什麼在這裡買 你做股票是在低檔買 有沒有看到 自身 買 買 賣 這裡全部賣光光 那押回到這邊 這裡可不可以買 除完息以後啊 賞戶抗壞啊 來啊 打開股票 破線不能買 破線嘛 請各位注意 一檔股票只要基本面沒有太把改變 破線 破線一般來講 主力作手高手都會買 為什麼 因為各位都知道啊 破線不可以買啊 破線要反空 對不對 對嘛 所以傳統技術分析懂就好 你要知道賞戶怎麼做 你跟他對座就對 這個市場就是這樣 你跟賞戶 他是一個天平的兩邊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 所以 主力作手跟高手法人 他永遠跟你做對座 哦 技術線型轉好 你看好了 我是高手 發布力多 我在賣 技術線型看壞了 破線 你看壞 我就看好 聽得懂我請舉手 學學郭憲政吧 上這種財經節目 跟所有的網路節目 只有郭憲政一個人 做法是跟所有頭顧老師不一樣 我都是在低檔買 我永遠在介紹在低檔的股票 所以我的節目很多人看 但是大部分人都去看 那個一個頭顧老師 介紹漲很多的 或是在上面講績效的 我已經告訴你了 你就看到一個老師 每天在講績效 或是在介紹漲很多股票 你聽聽就好 郭憲政的節目能不能看 我只告訴你 我就低賣 你看壞我就低賣 你看好你要參加好會員 我說我要賣的 你就離我遠去 因為你叫散戶 你就要學啊 我會抓這個低點不是 欸 空水薄資源耶 在這裡我給你算說 九十幾年落到這裡 可以買 你敢敢買 不敢買啊 你不敢買啊 因為為什麼 賞戶永遠不會買低檔 賞戶只會滿在高檔 聽得懂的情局少 對不對 華興哥你永遠會買到低檔 滿在高檔 國具你永遠會滿在高檔 2498宏達店 破山不能買 我只要買 因為為什麼 主力作合跟法人 根本現在是在買 宏達店 聽得懂嗎 2313 這叫華通 碰前滴 哇 修正 這個技術線型沒有轉嫁 不可以買 軍線是全部下彎向下 對不對 死亡交叉 跌了一大段你這裡抗壞 你這裡抗好 為什麼 來 我只跟各位講 這裡你有沒有看好 這一根過前高 出量要買 買你個頭啦 這邊主力作手 要賣 是不是帶量過前高 是不是不買可惜 我如果告訴你要賣咧 跌到這邊 碰前滴 這破線均線死亡交叉 要賣 跌到這裡要賣 我要買 聽得懂請舉手 3019亞光 破線不可以買 我這裡叫你要買 你會不會買 不會 你會展上來 未來在這裡買 直接跟各位講 所以我跟人家有什麼不一樣 我很大不一樣 我就是專門在贏人家錢的 因為我都低賣高賣 我跟你對座相反 但是我不是有勇無謀的對座 而是我事先會算出來高低 這是特殊技術分析 三官家先修班會教你 座位有限 儘早報名 足夠明天 操盤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